新建屏东要是否是 也希望能够弘扬佛法的智慧 天宗法师秉持着弘扬佛法 去佛会命 净化人心的志业 致力于造福地方 为了落实人间净土为目标 新建了屏东的要是否是 开山辟土新建寺庙是很辛苦的 天宗法师表示 很感谢一路上协助他的菩萨们 说话他自连地会安排一些人 跟一些来保持者 来做人的人一直起来 你怎么拆就拆不开 自连地你既然合法 我们就帮他心去接受 他接受 我们就用心去做 因为这些来的都是不义的 都是一个人 一个灰灰灰灰灰灰来保持出来 对我实在很... 这负担很多 所以我一直建议 我也是对我来说 从没有到有 照理说 当时应该是有缘的人去建 不是要受盈的人去建 建到北边有事建材行 很累的事情 所以说 一材都打到人家 种来说无法 无法当中 我们会建议有何事 所以说我感恩 至于要好好受盈 这时常会说话 我们的基督也会说话 希望我们建议中 每一个人感恩 用感恩的心放在心里 有所足够夹起 有天聪法师带领着每个护法居士 参观现在寺院的建设情形 大家才了解到 寺庙的建设是那么不易 从无到有 要花那么多的心思 每个人发自内心的来护持 有空的时候 也会来协助寺院里面的打扫工作 十方新闻规文许建议 屏东采访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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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